打击噪音车 陶芸市环保局和警方合作 落实静淘专案 在晚间设立噪音检测点 并且实施蓝查 短短三个小时内就有九部车超标 共计才罚了33,600元 那么警方是呼吁民众 别为了耍帅 擅自的改排气管 否则伤何报 天色昏暗 前方机车排气管噪音相当侧 远景在后方骑乘机车进行蓝查 固然一侧超标13分倍 当场被罚钱 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蛮多的 尤其在这重化区这后面 听到这些声音真的很吵 饶人清梦 为了落实静淘专案 陶芸市环保局和警方合作 在2号晚间 陶芸区慈文路的风和公园 设立噪音检测点 由远景骑乘机车 在周边的热点路段实施蓝查 再带到检测点做噪音检测 3小时内供蓝查17部汽机车 其中就有9部车噪音超标 噪音车辆不只影响附近居民的安宁 也影响整个交通的安全 它的高分贝甚至影响到 整个环境的污染 其中的9台有违反噪音防治法的规定 可寄处罚新台币33600元 除了持续加强各管制措施打击噪音车 环保局也透过各种管道 加强政令宣导 希望提高市民的功德心与守法意识 否则一旦测出噪音超标 将依噪音管制法开罚 每次举发新台币3000元 以累计的方式来处罚 如果你是累计被查获 违反噪音防治法第8条的规定 将持续一直累计的处罚 所以说希望民众切记 不要擅自变更车体或是排气管 以免影响整个环境的安宁 市府持续落实镜头军案 希望还给市民安静的生活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